女人拉男友回卧室睡觉,男友却百般推脱。 摔断脖子的女人居然直接站了起来,男人被吓得整个人都麻木了,因为女人已经死了,早已下葬, 现在她居然回来了,还变成了活死人,女人像没事人一样,拉着男友继续说着情话。 女人吐出来的是处理尸体的防腐液,她复活后从坟墓里爬出来,过来找男友,准备再续前缘,人尸疏图,他们还能继续下去吗? 男人名叫阿强,在一个恐怖用品店里工作,这天店里收到一个包裹,打开看是一个撒旦的摆件, 底座上还挂着一张牌子,上面写着不管你许下多么邪恶的愿望,撒旦都会满足你。 她不记得自己有定这件货,但也没多想,就把她留下了,约有阿连来店里找她。 两人玩了会情侣间的小游戏,结束后,阿连又开始吐槽这间店铺太小, 阿强的工作没有前途,卖的东西都太幼稚,说着她也看到了那个撒旦百件,拿起来还看了一眼, 阿强不想破坏钢亲热丸的气氛,就过来安抚阿连的情绪,说了一些永远爱她永不分离之类的话。 阿连被哄得开心起来,两个人又腻歪了一会儿,旁边撒旦百件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, 阿强的情话被当作愿望让撒旦听了去,从此,两人的关系成了一种契约。 阿连不但看不起阿强的工作,平时脾气也非常差。 这天买冰淇淋的时候,就因为阿强和店主阿珍多说了两句话, 阿连就醋意大发,骂阿珍骂得特别难听,搞得阿强非常尴尬。 事后两人冷战的时候,阿强找兄弟小胖诉苦,小胖早就劝他们分手。 阿强懦弱的性格和强势的阿连根本不合适,兄弟说得有道理, 阿强决定向女友提分手,他打电话通知阿连去街心花园, 阿连以为阿强准备了什么惊喜,杏刀采烈地答应下来, 开车来到公园,他远远地就看见了阿强, 当他朝阿强跑过去的时候,意外却发生了。 阿连被卡车撞飞,当场死亡,阿强举办了简单的葬礼, 亲手埋葬了这个曾经的爱人,他因为想分手才约的阿连, 没想到阿连却因此死亡,自责的阿强消沉了好几天, 兄弟小胖劝他想开一点,还逼他出门散心。 阿强到影院看了一场电影,散场准备回家的时候, 在影院门口遇见了阿珍,两个人的店里的静本来就是熟人。 阿珍请他到自己店里吃冰淇淋,吃着冰淇淋两个人越聊越投机, 深夜他们从店里出来回家,抄近路的时候需要经过墓园, 阿珍为了逗阿强开心,扮演丧尸去抓他, 两人嬉闹追逐着跑过了阿连的坟墓。 阿珍在阿强的楼下又待了一会儿,经过半夜的接触, 两人已经有了好感。 阿强本来想让阿珍留下,但阿珍感觉这样太快了, 两人依依不舍在楼下吻别,阿强自己回到家, 正在回味刚才的香吻,忽然响起了敲门声, 他以为阿珍又回来了。 谢谢你。 阿强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,但门外的阿连一直催他开门, 阿强再次开门后,阿连开心地朝他扑了过来, 这下阿强才确信阿连真的回来了,阿连看起来异常兴奋, 直接就要阿强陪他去卧室,阿强以阿连身上太脏为借口, 说服阿连去浴室洗澡,阿连刚进浴室,阿珍居然又上门了, 阿强现在自然不敢让他进来,两个人在门口尬聊了几句, 现在换成阿强说发展太快了,阿珍自讨没去,告辞回了家, 阿连这时候也洗完澡出来了,他浑身湿答答的就要拉阿强去卧室, 阿强坠着身子不想去,阿连踩水滑了一跤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, 活死人脖子断了也能恢复,他站起来吐了阿强一脸防腐液, 阿强终于恶心地晕了过去,早上醒来,他以为昨晚那是一场噩梦, 但床上的阿连马上把他拉回了现实, 阿强以为阿连变成了吸血鬼之类的怪物, 他开始在书上查消灭吸血鬼的办法, 然后学着书里写的方子,开始用大蒜盐巴等东西调制模样, 阿强正在制作的时候,阿连忽然跑过来把他吓了一跳, 阿连兴奋地说他想到一个好主意, 那就是把阿强也杀了,这样说不定阿强也能变成活死人, 他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, 阿强这下更害怕了,偷偷拿起了自制的魔药。 看来所谓的魔药对阿连不起作用,阿强只能再想其他办法了, 自从有了把阿强变成活死人的想法后,阿连就一直催阿强做好死的准备, 阿强活得好好的,自然不想去死,他小心翼翼地说他们两个人不合适, 阿连听后勃然大怒,桌子一掌就给拍碎了, 老娘为了你从坟墓里爬了出来,现在你居然开始嫌弃我。 越说越气,他又一脚堕烂了地板,阿强看了后赶紧闭嘴, 活死人攻击力太强了,阿连如果来硬的,他根本不是对手, 就在阿连过来要动手的时候,他赶紧换了个说法, 说感觉自己配不上阿连,把阿连狠狠地夸了一顿, 阿连听得心花怒放,允许阿强处理好店里的事情再来受死, 阿强赶紧找小胖求救,小胖听后认为阿连是变成了丧尸, 消灭丧尸的办法只有砍头, 说着,他拿出一把砍刀递给阿强, 让他回去先下手围墙干掉阿连, 回到家阿连正在做瑜伽。 趁着阿连专心做瑜伽的时候, 阿强在后面偷偷拿出了砍刀, 但比划了半天也没有勇气下手, 他只好再次来找小胖,小胖倒是很义气, 答应帮兄弟除掉阿连,他让阿强晚上找借口出去躲一下, 阿强回家给阿连说要加班, 有个大客户晚上要过去, 做完这单,他就让阿连动手, 阿连只能答应下来, 不过他要阿强出门前亲亲他。 阿强忍着恶心亲了阿连, 出门后他也没闲着, 这小子把阿珍约了出来, 那晚分别后他还没联系过人家, 阿珍收到邀请很是开心, 这边小胖假装上门找阿强要光碟, 阿连非常不喜欢他, 以阿强不在家想把他赶走, 小胖当然知道阿强不在家, 他自己在房子里翻找光碟, 找到后又死皮赖脸的要现场播放看看, 另一边阿珍和阿强找了露天影院, 两人腻歪在一起看起了电影, 小胖坐在沙发上开始看光碟, 阿连被搞得很烦, 一直赶他走, 小胖充耳不闻, 自顾自地看着电视, 他看的这个电影比较血腥, 阿连看到那些镜头也震住了, 小胖以为阿连看得入迷, 趁机偷偷抽出了那把砍刀, 他根本想不到, 这些镜头激活了阿连嗜血的欲望, 可怜的小胖就这样领了盒饭, 那边阿强看完电影也没回来, 在阿真的车上将就了一晚, 第二天早上他才回家, 打开门看见阿连好好地站着, 而且眼睛还有了变化, 他就感到大事不妙, 赶紧在房子里寻找, 最后在沙发后面看见了死去的小胖, 阿连表现得毫无内疚, 说小胖本身就是废物, 杀了他也是净化环境, 阿强虽然愤怒, 但也不敢发作, 阿连想接着杀了阿强, 看他能不能变成活死人, 阿强又劝说他去洗澡, 两人洗个鸳鸯浴, 沐浴更衣后, 衣室感更足, 女人都喜欢衣室感, 阿连再次被说动, 去浴室放洗澡水, 阿强趁机赶紧打电话报警求助, 但警方以为是骚扰电话给挂了, 阿强没有办法, 只能悄悄用柜子抵住浴室门, 准备出去直接找警局, 阿强出门疯狂蹬着同车, 没错, 他的交通工具一直都是这个, 等他赶到警局的时候, 浴室里的阿连越来越不耐烦, 喊阿强的名字没有回应, 浴室门的门也打不开了, 阿连终于再次爆发, 他很轻松地就从浴室里逃了出来, 阿强的手机丢在家里了, 这时候正好响了一声, 阿连拿起来一看是阿真的信息, 信息写着昨晚真是太棒了, 希望我们永远这样下去, 阿连一看就全明白了, 他恶狠狠地回道, 我要把你吃干抹净, 对面阿珍以为这是调情, 还回了一个你真调皮, 这可把阿连给气坏了, 手机直接在手里捏爆, 阿强在警局叫了半天才出来一个老头, 一看这老头就是当在睡觉, 对于阿强的打扰, 老头显得很是生气, 另一边店里的阿珍听见后门有动静, 他以为有孩子在捣乱, 喊了几声后门依然还是有人, 他过去查看, 就发现了闯进来的阿连, 阿连双眼冒着红光, 一步步地朝阿珍逼近, 阿珍吓得连连后退, 阿强说的话, 警方依然不相信, 以为是他嗑要在说胡话, 这时, 警局的无线店响了, 有人通报街上的冰淇淋店, 有人非法闯入, 阿强听后, 马上想到了阿珍, 他连忙跑到阿珍的店里, 发现店里有打斗的痕迹, 但阿珍人已经不见了, 他又赶紧往家跑, 阿珍果然在这里, 被阿连绑在椅子上, 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摆在明面上了, 阿强只能摊牌, 他要和阿连分手, 阿连听后不再废话, 过来想直接干掉阿强, 阿强奋起几拳, 把阿连打倒在地, 阿连摔倒的时候, 把后面阿珍的椅子也砸翻在地, 绑人的绳子也因此摔开了, 阿珍挣脱出来, 开始帮忙打阿连, 阿强也过来帮忙, 三个人扭打在一起, 但阿连毕竟不是正常人, 两个人加一起, 也打不过人家, 只几个回合, 他们就被阿连打倒在地, 没有你丢丢, 小胖居然活了过来, 不过很明显, 他也是变成了活死人, 几个人合力把阿连的头砍了下来, 然后拉到墓地里, 又埋了一遍, 影片最后, 阿珍和阿强走到了一起, 他们共同经营着小店, 兄弟小胖也留下来为他们工作, 三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 Hey baby, you ever bang a zombie? Don't you go undead, it's never been better in bed, just saying. I know you're going to be a zombie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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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